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讲《现观庄严论》 《现观庄严论》主要讲第二品 讲《道指》当中 这个《道指》已经讲到了 现在《道指》说明的十种法当中 应该是今天十一种法当中 是最后一个吧 《清净道》也就是说《清净修道》 我来讲这个道理 《清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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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应该是讲第二个课版吧 最后一个法《清净修道》分为三个方面 人是忠义清净之心和别说应生义死生之清净 还有宣说真实清净修道 他这里《真实清净修道》 在后面的一个颂词说明的 首先讲一下人是清净之心 什么是清净 清净的词在佛教当中用得比较多 尤其是讲到了释迦牟尼佛的第三传法论 还有《密法》当中讲得比较多 而第一传法论和第二传法论里面 所谓的清净讲得不多 因此讲清净的时候讲到了自性的光明 也就是说如来藏的本体 如来藏的本体比空性还难 因此他如果不具足一定的甚深大乘佛教根机 佛陀也不开许直接给他们宣讲 《现广传传论》实际上它主要解释 《第二传法论》的波入空性意义 然后从中《现广传传论》和《宝心论》 《密勒菩萨》的《宝心论》 这两部论当中也有一些对密宗接近的 也就是说第三传法论有个别的词 《宝心论》当中非常多 《现广传传论》当中偶尔也有一些个别的词 那么这里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国法清净心 即舍等清净 一笔无二也不可分过境 他这里讲到我们前面讲的清净修道 什么是清净修道呢 清净修道有两成意思 一个是从前面的无间道当中的 所有的烦恼得以清净 那么还有一个意思 烦恼它自己的本体也是清净的 如果我们讲得深一点的话 我们自信清净的 外境清净的 智慧清净的 烦恼的本体也是清净的 也就是说一切万法最后得以清净 要讲到这样的道理 这里就是说我们以前学过 陈良品 法成论师的音名陈良品 陈良品当中也说过 信心为光明 诸狗为成狗心 也就是说一切勾然它是可乘性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本来都是光明的 自信清净的 而且心外面染污的这些烦恼症和所知症 其实它也是一种可乘性的 偶然性的 它不是永久的 就像住人和客人当中 客人它是占住的 不是长住的 而住人它是长住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信心它是长住的 而这个可乘也就是说 障碍它是占住的 所以从这个层面讲了 首先知道是能证悟一切万法的过清净 也就是过法清净指的是我们的正智慧 证悟一切万法的智慧 会清净的 有净的智慧是清净的 智慧所缘去的对境是什么呢 就是舍身相为也好 舍相心是当无垠 或者无尽等一切万法实际上是清净的 那么这两者为什么清净呢 也就是说 最后我们通过修道 到修道的时候也好 或者说到最后佛陀的果位的时候 当我们有境的这些智慧分别念全部都得以清净 现在我们看不到万法的本相 实相 但到最后得佛果的时候 我们过法 智慧是清净的 通过智慧清净之后 智慧缘去的对境 舍法等一切万法 也是清净的 为什么通过智慧而清净对境呢 因为对境跟由境 实际上是没有一体的 这两者也就是说 我们的心事得以清净 跟外面的舍法 到最终的时候得以清净的 那这个清净呢 为什么是这两者都清净呢 因为这两者是表面上 在世俗当中还是一种 一个是缘去的对境 一个是能缘的有境 有两种 但实际上这两者都是没有一体的 为什么没有一体呢 因为他们两个不可分割的缘故 所以清净 这一点我们在座应该也清楚 了义的大乘经典当中 经常有这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的眼狗得以清净的时候 外面的对境也得以清净 或者说 我们乃至有眼病之前 因为我们眼睛的原因 我们看到的白色海螺 一直远去得到的是黄色的 然后慢慢慢慢 我的眼病好了以后 对境白色的海螺也能看得到的 但这样的过法实际上就是我的眼色 眼色的清净 跟外面的舍法 海螺有关系的 这两者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我没有完全遣除我的障碍之前 海螺是黄色的 我的眼睛是执着它的 一旦我的眼病好了以后 外面也得到清净 所以跟我的有境 跟对境 原来是不可分割的 它在清净的方面不可分割的 只不过我有境的障碍没有消除之前 它还是有分开的 繁体方面是有分开的 所以我们修道过程当中 修行越来越有上步 有进步的时候 我们人世的对境 越来越接近 当我完全通达对境的思想的时候 我才会明白 自己的心的本性 也就是说 完全通达万法的自信 所以这两者有一定的关系 这种关系在世俗当中是分开的关系 但真正的本体当中是不可分割的 所以这是《般若经》当中也是宣说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清净 应该是果法跟道法也可以说 或者说即到果 本体上是不可分割的 都是清净的 但是你没有到达这个之前 还是有分割的 也有不清净的 下面别说应生意 世生者的清净 那么这样清净的原因是什么呢 它是根据不同的次第 根据我们智慧不同的次第 它也有断除的障碍 也是不同的 那为什么说这三者在本体上是不可分割呢 实际上这也是根据我们智慧的程度不同 他所见到的外境的清净也是不同的 但这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这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障碍没有消除 当我的障碍越来越消除的时候 我见到的对境是越来越清净的 到最后佛地的时候 所有的障碍全部都已经清净了 那见到万法的本性也是如理如实地照见本体 那么这个是怎么样分呢 它这里就是火 所知 三道 断骨 这样的一些对境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所谓的火指得烦恼障 所知 指的是所知障 然后三道指的是声闻 怨觉 菩萨的三层的道 那么三层的道都有不同的障碍 比如说声闻的话 那么声闻有吝啪嗔当烦恼障 与我们解脱直接障碍的烦恼障 然后作为怨觉的话 他对法无恶的部分 也就是说所取的部分已经通达无恶 这样的原因他对三论 提供有执着相的 所知障的部分得以清净 而作为菩萨的话 他对声闻 怨觉 菩萨在三层道当中的 一些障碍也得以清净 正因为所知障和烦恼障 三层障 这三种障碍断除的缘故分别为 成为弟子声闻 阿罗汉的道 因为他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 原因是什么呢 他断除了烦恼障 并且证悟了任务 同时怨觉他断除了所知障的部分 然后也证悟了法无恶的部分 所以获得了圆觉的果位 然后作为菩萨的话 不但是断了烦恼障和所知障 粗大的所知障都已经断了 而且获得了大部分法无恶的智慧 所以成为菩萨 到了最后的时候 所有的障碍 包括烦恼障 所知障 以及三层有所障碍的一切罪障 包括这两大障碍最细微的习气部分 全部断得干干净净一点都是没有剩下 正因为是这样 佛陀已经获得了 尽所有知和如所有知 圆满的证悟 任务和法无 所以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 他是唯一的可以称得上 是断正圆满功德的 唯一的量是佛 佛陀 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也应该可以完全知道 佛陀为什么我们对他恭敬呢 并不是因为佛陀他是一个世间的创始人 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世间的创始人 我们按照佛教的观点 比如说佛教当中专门讲 应该是大自在天吧 大梵天 大梵天他认为整个世界是他所造的 正因为这样 按照幽不宗的观点 这个大梵天是上面的色界当中的一处 但是按照幽不宗的观点 大梵天没有圣者 它具有一种邪见 按照大乘的观点 虽然大梵天有圣者 但是他认为自己世间所造的 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所以现在世间当中 有些可能也有造物主义者吧 造物主义主 上帝造万法 这个我想佛教当中经常也是有个别的天人也好 世间人认为是自己造的 包括学宗派的一些人 他们也认为现在所有的世间是他来造的 但如果真的用他来造的话 可能一历一历说明的时候 有些时候是很难成立的 而我们说佛陀完全是断正圆满功德的 这样的良师父这是不需要费劲的 有些人担心如果上帝不能成立的话 那会不会我们的佛陀也是不成立的 其实佛陀正成为是真正的世间当中最唯一的良师父 所谓的良师父没有过失的 具有功德圆满的这样的人 那么这个是很容易成立的 因为佛陀所宣说的这些经典文字 全部现在在《大藏经》当中有这么多的经典 而且这么多的经典 后来成千上万的人 从龙猛菩萨 约乘菩萨一直到 龙猛菩萨到现在所有的传承上师高僧大德 这么有智慧的 这么有修正的这些人 反反复复地通过以自己的智慧来进行推敲 最后都已经获得了无上圆满 或者说是菩萨和圣者的果位 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 只要你通达了佛教教义的时候 根本不用担心在别人面前 会不会我们佛教说是迷信的话 好像我们自己都没办法 到时候我都没办法 在别人面前会不会很不好意思啊 不会这样的 因为我们如果自己没有通达佛经和论典 那就没办法了 如果你自己真的通达 现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学者 跟他可以平起平坐地 可以面对面地跟他交谈 在交谈的过程当中 你完全可以给他推荐很多经典和论典 对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谈断和抉择 这样非常成熟的东方思想 包括现在人们特别敬仰的科学家 在他们的思想领域当中有没有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或者坚决去平衡 衡量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完全明白 原来佛教徒经常说是 佛陀所说的是不妄于者 不欺于者 那这个实际上确实并不是自眨毁他 而是应该是客观事实 既然它是客观事实的话 那么我们任何一个智者也好 在逻辑学面前 你完全可以去探讨和探索 这样的道理 我们在这里已经讲到了 佛陀最清净的 是因为它是最清净的原因 我们后学者应该有福报清净和医治的 我经常也确实这样想 有时候遇到佛法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自己对自己有一种很难以相信的欢喜心 记得米拉日巴尊者 他好长时间一直马尔巴罗扎的时候 没有给他传授教言 已经苦行了很长时间 后来有一次马尔巴罗扎说 我现在已经观察你很合格的弟子 从现在开始我要给你传授教言 当米拉日巴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想 多么的幸福啊 上师既然给我传法的 到底这个我是做梦还是真正的 如果是做梦的话 千万不要很快的时间当中收心过来 他自己当下也有这样的感慨吧 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是 虽然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非常烦躁 非常复杂 各个不同的思想 多元化的文化当中 但在这个时候我作为多年以来 对佛学也好 对世间的各种学位 还是花了一定的精力和时间来去学习 最终的的确确它是无上之宝 有时候原来一直上师如意宝的时候 也经常想过这样的 就米拉日巴的这个比喻 我遇到了在今生当中这么无浊和牛的 这样的时代当中遇到了上师 遇到了佛法师 这是我多生累劫当中的一个福分 确实自己觉得难能可贵 有这种感觉 虽然没有想到米拉日巴那样是不是做梦 如果是梦的话千万不要造一点心 我再做长一点的梦 这样都是没有想过 但内心当中确实非常的欢喜 我们在座的人也是应该用自己的智慧去观察 我们并不是说佛教非要利用一种信仰 本来有两种途径 一个是通过信仰来得到智慧 还有一种通过智慧来找到信仰 这个是两种途径 通过信仰来得到智慧 先可能自己是比较感性者 听到了佛的一些经文或者三知识的开示 或者看到一些法本以后慢慢起信仰 然后去研究 这个是从信心来得智慧的 还有一种途径先不太相信 对佛教不是很相信 但是你用自己的智慧 可以说你把所有的智慧和所有的思维全部都用光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但找不到佛教的过错 而且他讲到他就想到 原来佛经当中所讲的这么适合现代的科学 不但是现代的科学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好 人类遭有的思想也好 那么现在各种各样的思想完全都是佛陀已经解释了 这一点应该说我们作为一个人类 那天我遇到德国的一个人类学家 他对人类学研究已经三十多年了 然后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释迦牟尼佛思想的时候 他觉得很惊讶 好像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 为什么造在两千五百多年的时候 我们人类当中有这样非常崇高的精神领袖 有这样的领袖而且在这个时代当中 包括一些孔子 老子 前后包括苏格拉蒂 然后后来野兽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成为圣人 但是其中他就觉得释迦牟尼佛的思想 我们不用用其他的语言来赞叹 因为全部都是现在世界上这么多的文字 已经记录下来了 而且把它当作是人类世线文化的包括 人们都觉得把它是真正的一种精神的良药 包括佛陀所讲生过的这些像宁布里花园 这些都是全世界非物质文化的遗产 这也是人类最珍贵的一种思想和非物质的遗产 所以这些问题我想我们有些 尤其是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 有些年轻人可能需要你原有的一些思想的糟糕 或者一些遮障的部分需要清理 然后真正的智慧体后可能重新安置 这样之后对你自己来讲也是前途是光明 就是无限的光明 否则我们始终处于一种迷茫 疑惑 邪见 或者有一种排斥 好的思想一直排斥 然后不好的这种糟糕一直让它存留 这样的价值观我们觉得不应该值得提倡 哦 下面讲到真实的清净修道 真实的清净修道和还有遣除对它断置的分类 分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本体和分类 本体的话清净修道的本体是大乘解脱道 在修道当中大乘解脱道的殊胜智慧 然后它的分类是这样的 对之九地中上上当诸狗 唯有下下当诸道能清净 那么讲真正修道的分类 实际上它是我们经常讲的三界九地 就是欲解 舍戒 无舍戒 欲解 舍戒 无舍戒从戒方面来讲三界 从地方面来讲 它这里三界九地 一个是从三界九地上面也可以讲九地 这个三界九地 舍戒是一个地 欲解是一个地 舍戒有一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然后无舍戒有空无边处 十无边处等 总共有四个 舍戒有四个 无舍戒有四个地 欲解有一个地 总共叫做三界九地 那么从戒来分的话 三界九地是用欲解 舍戒 无舍戒 然后舍戒和无舍戒有四个四个 这样来分的 如果从所证悟的境界或者智慧层面来分的话 那么从二地开始到十地之间 一地是见到位 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算在修道当中 如果从智慧方面分的话 那么从二地到十地之间这样分的 那这样的话 在这里我们前面也讲过 所对治的障碍三界九地当中有九种障碍 能对治它的智慧也有九种对治的智慧 因为每一地有一个断除的障碍 每一地能断除障碍的智慧就这样分的话 从二地到十地之间有九种 那么这样它的分类呢 什么样分类呢 就是从二地下面对治九地中 上上等足够 我们断除障碍的时候 障碍有上上品障碍 上中品障碍 上下品障碍 然后中上品障碍 中中品障碍 中下品障碍 然后下上品障碍 下中品障碍 下品障碍 障碍分九种分九种的时候 最大的障碍叫做上上品障碍 大家都知道 最大的障碍就是上上品障碍 从智慧方面来分的话 也是一样的 下下品智慧 下中品智慧 下上品智慧 然后中也分三个 上也是分三个 那这样的时候 它断除的方式是什么呢 首先是要断除它的上上品障碍 上上品障碍是用什么来断呢 用下下品的智慧来断 意思就是说 最大的障碍 用最小的智慧来断 好像表面上看到 这是有点不对应 因为第二地菩萨的时候 从障碍当中是最大的障碍 智慧当中最小的智慧 是这样 然后一直到二地 三地 四地 上上品 上中品 下品 然后再过了十五六七 中品的三种 然后最后八九十 这三个 所以它最后三个地的障碍 已经成了下上品 下中品 下下品 障碍是相安的 但是最后的智慧 应该是智慧是最大的 障碍是最小的 那么前面智慧是最小的 障碍是最大的 一地菩萨 二地菩萨的时候 他的障碍是最大的 智慧是最小的 这样到最后的时候 最大的智慧 因为到十地菩萨的时候 他的智慧是最大的 十地菩萨的时候 然后他那个时候的障碍 因为所持障碍最细微的一个种子 只有一点点 那么这个能断除 这个是我们菩萨九地当中 断除障碍的方法 《现观众暗论》里面 大家都应该知道 所以在这里讲到了 在这样的三界九地当中 上上品等等那些障碍 由下下品等的智慧来断除 那么这样才能把障碍对于清净 三界九地当中 刚才也讲了 他障碍二地 三地 四地大三变 智慧是下上下中 下下这样来分的 然后最后下这样的话 到最后的时候 最小的障碍用最大的智慧来断除 用大大的智慧来断除小小的所断 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我们一般来分析的时候 也是可以这样来说明吧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现在这个学校 像九年义务教育的话 第一年的时候可能你要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最小的智慧 但是断除可能是世间当中最不好的习气 到最后的时候 你整个九年高中读完的那一年的时候 那你九年当中的智慧就越来越大了 那个时候你的智慧应该毕业的时候 你的智慧是最大的智慧 但是那个时候你所断除的这种障碍 在九年当中功夫下来 应该说是一个最小的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相同的 不是很适合的比喻 但是确实我们世间当中也是有 通过九种层次来断除自己的违品 这种现象也并不是没有的 当然跟菩萨相续当中的这种障碍更加细微 所以这个道理应该是这样来理解 而且我们知道在整个修道当中 烦恼障按照麦彭仁波切的观点 从一地到七地之间 后面的清净三地全是所智障 以这样的观点 烦恼障和所智障都分为边际和俱胜 这是在智慧品里面所讲的一样 我在这里不重复 很多常著的道友以前都是学过 下面有一个遣除对他的一种争论 这个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由断争斗中道能量所量 时有平等心便对之三戒 这样我们刚才讲到三种九种障碍 用九种智慧来断除 这个时候对方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他这个疑问说是你们所断障碍的 还有能断智慧这两个不相应 应该是最大的智慧断除最大的障碍 到最后的时候最小的智慧要断除最小的障碍 否则好像是不相应的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的最小的水灭最大的火 或者说但量最小的一个弱夫 他要降伏最英雄的一个定人 那这样的话这两个好像 你智慧是最小的话怎么能断除最大的障碍 这两个有点香味 不合理 只是对方一个疑问 还有一个疑问 我们刚才讲的三戒九地 三戒九地的障碍 实际上既然分了三戒九地 欲戒是一个戒 然后一个地 然后在上面四戒当中有四个地 五色戒当中有四个地 那这样的话三戒的障碍 在一个戒当中是不能断除的 比如说我这个菩萨 我是师弟菩萨 我师弟菩萨坐在欲戒当中的时候 那我最后获得成佛的时候 怎么会是上面的色戒和五色戒的障碍 统统全部消除呢 因为我这个戒的所缘和形象都是不同的 怎么会是能呢 对方给我们又提出两个问题 两个问题弥勒菩萨对他进行回答 首先是第一个回答 所以我们以后回答问题的时候不用太多了 有时候我在其他地方演讲的时候问的问题 我就回答得太啰啰嗦嗦了 应该是像弥勒菩萨学习 油断争斗中这样说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以后听问题的时候也要可能 我看到很多人有些人特别爱发挥 讲很多很多的有些人根本不答 那天不是我们引寻一个科学家 别人问他的问题他就另一个方面 不知道他是答对了还是没有答对 人们反思半天到底他为什么这样会呢 所以他这里回答的时候是怎么样说的呢 有断正斗中 刚才不是说大的对质 用小的智慧不能断除大的障碍 这个比喻 这个完全是可以的 它是一种自然规律 为什么呢 通过这样一种世间的比喻 比如说世间人洗衣服 那么衣服上大的一些勾染 那么我们不用费很大的力气 只要用一点洗衣服 稍微那个的话大的勾染一下子就没有了 但是里面很细微的有一些黑点 有一点点的东西的话 那这个很难洗掉的一定要用最大的功夫 才能洗干净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这种障碍的 大出品的障碍 只要有一个与它相偎的智慧 稍微惦记一下 大的这种所段可以能断除的 而最细微的种子部分 吸气部分 它已经就像布上面的黑点一样 很难洗 这个相当于下功夫一样 有最细微的一个智慧 所以他这里说到 完全断除 通过这种比喻来断除你的正义 就是断除正义 因为他出息的话 完全是我们通过能静 锁静的方式 它并不是人与人之间非要力气大的人 打得一起打仗 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能静和锁静的规律来推的时候 非常容易 所以不会有什么过失 这是第一个回答 第二个回答 刚才不是说 三界九地如果分开的话 我们怎么会通达一个 还有其他的也要照样通达呢 实际上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因为不管是欲界也好 色界也好 无色界 三界九地所有万法的本体都是一样的 一旦我们通过修道 证悟了能量和缩量 也就是说能量的智慧和缩量的整个万世万物的法 如果通达了没有任何不平等的 全是在理性 光明或者空性当中融为一体的 一旦我们通达了一个法的空性的时候 那么三界九地所有法的本相都已经证悟了 所以因为它是平等性的缘故 这种对峙完全能遍于三界 也就是说我证悟了一个欲界万法空性的智慧 那么这个智慧以此类推 整个三界也好 所有的一切万法完全都可以 为什么禅宗的很多公案当中 比如说听到一个瓦田的声音 当下证悟的话 那么一切万法都已经证悟了 或者说上师让他看看虚空 以虚空的比喻来认识自己心的本性 当下一切万法都证悟空性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万法的本体实际上是没有两样的 都是一体的 一旦我们就像《中观四百论》的注释当中 所讲的一样的 一旦证悟了一法 作为利根者以此乐推全部都能证悟的 所以到最后证悟的时候 一旦对三界当中任何一界的法证悟空性的时候 其他的一切法也完全可以证悟到空性 这就是佛教证悟的非常深深的一个窍诀 或者是一个思想 应该这样来理解 下面这是《现观众论》当中的第二品 也就是说道之品已经圆满讲述 然后下面第三品讲《机制》 那么《机制》它分为即无恶的现观智慧 分为宣说真实的论语和宣说三品圆满的结尾 因为前面的三支 三支四加星 它后面有一个宣说三支的结尾 也有这么一个结尾 然后首先我们本论当中说《机制》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人情机制实际上它是离变的一个相关 真正菩萨的机制实际上也是远离一切变的智慧 然后广说它的一些特殊或者殊胜的分类 还有宣说如何修行之正道 机制怎么样修 后面会讲这个道理 首先讲到人是极离变子显观 这个极制实际上是由九种法来宣说 我们变子用十法来说明的 道子用十一法来说明的 极制用九法来说明 我原来刚开始学显观的时候 当时把这些法相的数量也要记住 然后记的时候我想每一个都应该分为十个十个 但是中间的道子多了一个 后面的极制少了一个这样就均衡了 那么总共三支有三十种 三十种法 就是三十种法刚开始那个时候是我 开始正在背显观众案论的在一个草皮房子里面 现在我这里因为中间很长时间都是没有看显观众案论 现在一看显观众案论 然后每一个颂词的时候想起来当时背颂的 当时背颂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草皮房 因为上面是土盖的有时候吃饭的时候 一块土落到碗里面经常有这样的 但现在好像很长时间都是颂词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毒 现在字面上都是不会毒一样当时很熟 嗯 所以人生还是很短的对吧 人生是不是很长的咯 对吧 你是哪里的 深圳哦 哇 学显观怎么样 显观学得懂吗 没有学过 是吧 感觉怎么样 听得懂 听得懂 哇 没有学过 听得懂 不学 走 还好 下面就是说 啊 非此案必案 不诸其中 知善事平等 顾名薄罗多堪 听得懂不懂 你看 看不懂 听得懂 嗯 其实机智也是实际上是菩萨所证悟的一种境界 下面会讲它的概念 极致直接宣说的就是菩萨的极致 也就是说对极法 极道果当中的极所舍的一切万法 证悟空性的智慧 可以这样理解 在他的见解说明了 所舍弃的身闻缘觉的极致 身闻缘觉也有一些极致 但是这种极致 跟菩萨所证悟的极致有一定的差别 讲极致的时候 我们先要认识什么是极 这种极万法的本体 万法的体性 这种体性 实际上从生意地的角度来讲 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可所利的法 也没有什么所舍弃的法 在我们现象当中 我们经常说轮回是次岸 那么涅槃是彼岸 轮回和涅槃当中 有业和烦恼的江河 通过我们修道 离开轮回的次岸 到达涅槃的彼岸 获得了成就 这样 这是在我们现象当中可以这么讲的 但是在真正的思想当中 按照相关传论究竟的 般若来衡量的时候 确实也是次岸 彼岸是得不到的 也就是说 它这里非次岸 彼岸 所谓的次岸 指的是无云聚合轮回的岸 因为我们已经住在这样的执著当中 在真正的证悟空性的时候 它具有大悲心 因为具有智慧的缘故 它不会住在轮回的岸当中 证悟空性的时候 因为它具有无上的大悲心的缘故 也不会像声闻缘觉一样 住于一些几密涅槃的彼岸当中 因此在菩萨的境界当中 次岸的轮回和彼岸的涅槃 或者次岸的世间法和彼岸的解脱法 这两者本体上是得不到的 如果次岸 彼岸 这两者没有的话 这两者以外有一个中间的法有没有呢 当然是没有的 次和彼没有 次也没有 彼也没有的话 次和彼都是灌带的 这两者没有的话 那中间怎么回事 按理长也没有 短也没有 那么长短不长不短的东西也不可能有的 所以说真正最后的本体 一切万法在本体上 所谓的解脱 所谓的轮回都是得不到的 这种得不到也确实在万法的本体当中是没有的 怎么没有呢 作为一些圣者 像佛菩萨的话 他完全知道未来过去 现在的善事是平等的 在我们显现的当中 没有产生的过去 正在现前的现在 已经离开了的过去 刚才我说说了 已经离开了的过去 还没有产生的未来 正在享用的就是现在 但是在真正的万法平等和万法空性的智慧面前 什么都是得不到的 这就是所谓的智慧波罗波罗蜜多 智慧波罗蜜多在究竟的思想当中 轮回也不得不到 涅槃也不得不到 就是被不住涅槃 智不住轮回也是 此岸彼岸都不愿 此岸彼岸都不愿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悲 智慧和悲心 从他更生的层面来讲 智不存在轮回的意思 悲不存在涅槃的意思 这样一来 远离了常和断 远离了来和去 远离了有和无 远离了生和密 所以一切的辩完全断掉 而且这种断掉不是佛教的一种说法 不是这样的 完全我们从自己的智慧来 去观察的时候 轮回和涅槃 琐瑟的一切万法 包括我们现在的对境和由境 你和我 世间和初世间 白色和黑色 侧岸和彼岸 一切的一切法 全是一种假象的案例 这一点我们完全是一例成立的 所以佛教当中的般若空性 确实也是一例成立的 这个是很关键 如果它不是一例成立的 光是一个佛教的一种教条的说法 可能现在 尤其是现在二十一世纪的这些人们 分别念是非常重的 他们都不承认的 为什么现在很多 包括西方科学家也好 东方科学家很多人都是 特别爱学佛法 而且学佛过程当中 没有智慧特别尖锐的人 生邪教而推施的 基本上从学着佛教 最后推施的这些人 智慧都不这么高的 我确实是这样的 我以前看过很多人 有些人不学佛了 后来也了解了一下 这些人都是因为 他自己没有任何必要的一种无解 分别念 真正的一些智慧 非常超胜的这些人 他越去研究 越最后自己思想 跟不上佛教的甚深道理 如果你们当中也不相信的话 我经常也是在课堂上也好 不管在学校里面也讲 我们都是神 我们可以很公正地 平起平坐地跟大家面对面对谈 但是确实我们的思想还没有达到 不要说佛陀 是菩萨的这个 菩萨当中也是在佛教的这些 像各家宗派的一些创世人的思想 确实现在很难跟上这样一来 比如说 像孔子他说 即所不语 无是余人 他这样的 自己不愿意的 不要让别人做 这个实际上是佛陀早已在佛经里面讲的 当时很有可能 孔子通过其他地方得到的 也很难说 佛陀里面 仁格里拉毁隆 仁拉罗巴马虚举 意思就是说 以自身来衡量 不要害别人 不要自己不愿意的 不要给别人 佛经里面完全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精彩的这些语言 不管传统文化也好 现在当中对我们的心灵 特别有起作用的这些应该在佛教当中完全 比如说一万岁在大国当中完全能找得出 这并不是我穿着袈裟 然后自己赞叹 赞美自己 不是这样的 理论上面 真正公正的理论不是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 所以我要赞叹 这不是的 谁有真理 谁有实实力 这个实实力谁也没办法改变的 只要有实实力 但是你没有承认的话 这不是真正的智者 以利夫人自古以来智者们都是接受的 所以我们讲到了什么呢 一切万法在最后完全是平淡的 此岸彼岸 一切都是不足的 这就是真正的智慧波罗蜜多 当然这个 比如说在《波罗经》当中 要想获得声闻菩提的人 要学波罗波罗蜜多 要获得圆绝菩提的人 要学波罗波罗蜜多 要想获得菩萨菩提的人 也要勤学波罗波罗蜜多等等 也讲了很多的 还有这种般若在藏传佛教也好 汉传佛教 有些人凭字面的理解 它并没有通达远离一切变的空性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单空 这是一种相似的空 就像我们这个碗里面没有装水的话 这是碗里面的空 这个是名称上的空 实际上真正佛教里面所讲到的空性不是这样的空 我们在课堂上也说过很多次 可能有些学习时间比较长的人 自己也知道到底什么是空性 但刚刚学佛的人 刚刚接触佛教的人 经常认为 看破放下 看破放下 放下就是空 空就是自在 很多人比较简单的一种 当然这也是我们先把执著放下来 先食指放下来然后获得更深的一些境界 也是可以的 而且这样的空法实际上 比如说 《月城论师》他在《入宗论》当中也是说了 我为独生 由人发尔 我就是由人我和法我 那么人我刚才前面讲的一样 一般声闻缘觉所通达的 法无我就是菩萨和佛所通达的 那么我们现在对这样最深深的空性有没有通达呢 想通过闻思来了解 然后再进一步的修行 通过修行来了解的话 那么这个不用别人说很多 应该自己完全零说 所以佛陀所讲到的万法空性也好 所讲到的一切的 包括密宗当中所讲的清净和观本尊的修法 说实在现在的一种心灵科学 啊 这种心灵科学 我们在学习现观主要论的同时 大家也不能离开 因为现在是个比较特殊的时代 我经常不管是讲中观还是讲移民 很想跟科学结合起来 虽然自己不是科学家 但是科学家所发明的 科学家所留下来的这些论典 其实我们人类也多多少少的应该知道的 因为我们生长在这样的时代当中 在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对比 当对比的过程当中才会发现 佛陀遭遇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经论 应该说是对当前的人类来讲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们很多的佛教徒 虽然可能外在的一些财富方面不一定很富裕的 但是内在的财富非常的富足 风衣注释 世间人外面有多少多少钱财 但是他一直不满足 一直很苦恼的 而作为佛教徒 尤其是对大乘佛教有所了解的这些人 那么自己的思想经常处于一种欢乐和满足 还有一种自在和沙脱的境界当中 这也是获得幸福的一种生存方式吧 下面讲到广所 它的特殊分类 经缘过不落之差别和本体断置之差别 分两个方面首先是第一个 利方便者相关怨极之和方便所舍的相关禁极之 分两个极之 首先第一个叫做缘极之 十一法当中第三法就是缘极之 缘极之必有缘相门 非方便故缘 这个简介说明了身为缘觉的极之 身为缘觉的极之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他们所证悟的空性不究竟 不圆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还要对外面的法有一定的所缘 有一定相的执著 他这里必有缘相门 也就是说他外面对人也好 法也好 对一切的法他有这样的执著 正因为这样他没有具足像大乘佛教里面所讲到的 这个般若空性那样的殊胜方便 因此对过般若还要很遥远 因此身为缘觉的智慧在《般若经》当中经常叫缘极之 为什么缘极之呢 因为从证悟了身为缘觉的境界之后 还要离佛国有一定的距离 因此用缘来称呼 麦彭仁波切经常跟个别的宗派在辩论的过程当中讲 《般若经》当中经常有缘极之和禁极之的差别 如果按照你们的三层证悟同意的观点来讲 那《般若经》里面所讲到的缘极之和禁极之都不合理 这也是一个非常尖锐的推理 下面讲到经极之 经极之有三桥方便即所谓宁经 也就是说 菩萨不供的极之 实际上他有方便和智慧所舍的 这样的缘故 他有很多大乘的三知识 他宣说的空性般若般若密度 而且宣说了万法平等的道理 这样之后依靠大乘三知识的窍诀和三桥方便的教言 让自己完全通达一切万法本来都是空性的 菩萨所证悟的这种机制他既有三桥也有方便 正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境界跟佛果的果般若 果般若非常接近 因此菩萨的机制也好 他的智慧离佛果特别精致 因此称为是经济者 因此我们在相关的经典当中都有分类的 因此在个别宗派当中说菩萨的境界和 声闻缘觉的境界 佛的境界在证悟空性上面没有差别 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虽然这些是有一些密意的 有密意的这些说法在究竟的理论面前 在利路当中它是不能完全安立为真实的观点 所以它这里有缘机制和经机制的差别 而且这两者也是我们 表示机制的旧法当中的一个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在这些讨论里面前进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